据打媒体报道,一人陈建州与范伟奇婚后预有一对双胞胎,菲菲祥祥,小朋友目前已经满两岁,活动力表达都更加清晰,而且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及主见。 陈建州23日透露,儿子现在都自己挑衣服和鞋子穿搭,从一些衣服上的小细节就能看出孩子个性的不同。 陈建州透露两个儿子现在已经开始对每日穿搭有想法,照片中,菲菲穿着应有P-Site的T恤,下半身挑纹短裤配上白色球鞋。 上衣同时扎进裤子里,给人第一眼印象就是文雅书生。 翔翔则是蓝绿色T恤加上蓝色的耐克短裤及球鞋,两手同时各抓了一台玩具车模型,走一个比较休闲的风格。 其实两个孩子在刚出生不久时,范伟奇曾透露如何分辨这对双胞胎兄弟,包括菲菲比较活泼也比较霸气。 翔翔相对淡定又爱笑,不过随着孩子经验长大,特别虽然偶尔调皮,但变得文静了一点。 香香则超像黑人会搞怪,两个孩子正好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,而这样的个性也体现在穿搭选择上,让粉丝直呼基因真的很神奇。